一場婚禮變成傳播病毒的地方 一個34歲女人上星期六去余景灣酒店出席婚禮 兩日後發病 今個星期三確診新冠肺炎 當日出席婚禮的另外兩個人 星期五亦都確診 新朗會接觸客人 看看有沒有人有病徵 我們都知道有個別 有些擔心都有去看醫生 我剛才聽聞新朗好像回來了 因為要到蜜月回來 好像在港口衛生 好像有點不舒服 所以在港口衛生 即在機場那裏 這個女人去婚禮之前一天 即是上星期五 亦都去過蘭桂坊 兩個同行的朋友亦都確診 連同出席婚禮和飯局之後 確診的四個人 本港星期五一共有48人確診 再創單日最多確診個案的新高 大部分都有外遊記錄 衛生防護中心估計 每日有大量確診個案的情況 會持續一至兩個星期 不過張竹君不認為全面封關 禁止非本地居民入境是有用 現在的個案其實都是香港人 不是一個半個就是外地人 即是沒有香港身份證 所以如果你真的封關 都未必可以幫到減低數量 而當各星期五起 安排在機場入境時有病症的人士 分流去到亞洲國際博覽館 和北大嶼山醫院接受快速測試 醫管國預計抽取樣本後8小時會有結果 兩個檢測中心現階段 最多可以同時間容納大約150人 如果有需要可以再擴充 渡網記者陳婉和北大嶼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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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